2021年9月21日下午 中国空军歼16D战斗机飞抵广东珠海 即将亮相2021年珠海航展现场 这是该机型第一次参加珠海航展 也是第一次公开亮相 此次亮相的歼16D已经涂上空军战斗机标准灰色保护色 垂直则涂有D可视霸衣军灰 这些都表明此次亮相的歼16D已经交互部队 空军电子战攻击机卖入当今顶尖水平 歼16D是航空工业省飞在歼16战斗轰炸机基础上 研制的电子战攻击机 它与歼16相比保留了飞机大部分航空电子系统 包括机载有原向控制火控雷达 坐舱右边空中加油系统也惊奇可见 歼16D保留了歼16挂载能力 包括机身下4个挂架 机翼下6个外挂架 执行任务的时候 会挂载多个国产机载电子干扰掉舱 还有空余挂架挂载国产远程反辐射导弹 歼16D的一间处还装有两个巨大的电子情报吊舱 与美国EA-18咆哮者电子攻击机上的装置类似 在作战行动中 歼16D会先使用干扰器 扰乱敌方防空系统的目标和火力控制装置 接着发射对敌人的移动和固定防空系统 同样致命的反辐射导弹